最容易發現ADHD當然是學校的老師或家長自己本身 其實現在學校或小學老師已經接受很多訓練 很容易分辨到一些小朋友懷疑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 甚至他們已經主動轉介教處的教育心理治療師去做一些評估 通常亦都會跟家長說 家長現在因為教育比較普及 資訊比較發達 其實他們很多時已經很容易分辨到小朋友的問題 有時他們甚至會懂得上網做一些自助問卷 亦都可以看到原來更容易懷疑到小朋友 是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 但其實最重要是如果發現的時間 其實問卷只不過是自助的自我測試 最後當然要帶他去看精神科專科醫生 去徹底分辨一下小朋友究竟是否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 有時會有機會 有時會有機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